6月27号,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种粮大户徐从祥 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一起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后 徐从祥和乡亲们纷纷表示 必将不负重托永担使命 为粮食安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不断做出新贡献 今年已经69岁的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重粮标兵徐从祥 一家三代种植经营着1200多亩土地 承担着多项国家和省里 粮食绿色高效技术试验推广重任 他累计研发推广农业新技术新成果235项 种植的粮食连续多年刷新当地高产记录 现在又有个行李提高 你看今年我们参试 小麦快在空间丰收 但是要低温感旱还有病毒害 都能取代好的手指挥上的 一个是品种口 一个是参试几节化 今年夏良再获丰收后 老徐萌生了给总书记写信的想法 2011年4月8号 西总书记到过农业科技园视察 当时鼓励过研究农业新品农新技术 从于现在农业发展 转后科技性农 国家粮食生产感参就有保障 在西总书记这鼓励下 11年来我配合新市县农业科技部门 算于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有力的提供到现在农业发展 特别是近年呢 有两个小麦 产品产图800公斤 产品产量效益 品质都有大幅度的提高 如今徐从祥成立了自己的农机专业服务队 现有自走式喷灌机 大型收割机 土地深耕机 打捆机等10台套农机 还成立了质保队 实现了全过程机械化生产 手上买一千亩的三台机子 两天都可以收款 现在种在种大豆 利用几节化 一千亩的三台机子 两天半都可以种好 大大的结成人力的 徐从祥的孙子徐旭东大学毕业后 回到家乡 参与爷爷和爸爸的事业 徐旭东告诉记者 他对当好新时代农民充满信心 生亡气势 众人在坚 我觉得我们在搞农业 带领广大种植户呢 一起多种粮 种好粮 这个舞台还是无比广阔的 然后作为我年轻人呢 回来搞农业 后面我一定要听信总书记的指示 发挥我们年轻人的这个先锋精神 把这个未来的规划 一步步的踏踏实实的给做下去做好 感谢观看